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仁义的好处 身体力行 努力去把仁义付诸实践 至于春秋五霸推行仁义 他们既没有仁义的天性 也不觉得仁义是个好东西 只是别有用心的打着仁义的幌子而已 但是这个幌子自从戒到手里之后 一直都没有归还 既然久戒不还 那么别人的东西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了 孟子的意思是虽然五霸境界不高 假仁假义 所有的人义都是戒来的 但只要久戒不还 戒的和自家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孟子身上特别有灵活性的一面 虽然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真善美 但既然生逢乱世 也不妨降低标准 假善美也是好的 只要把假善美 假到底 不就等于假戏真做了吗 在孟子的原话里 性之 身之和假之 成为儒学里的一组重要概念 性之 天性的性 知乎者也的之 意思是天性如此 身之 身体的身 知乎者也的之 意思是身体力行 假之 真假的假 知乎者也的之 意思是戒过来 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成语 假人假义 她的直接出处是朱熹的一句话 但朱熹那句话的出处就是孟子这里了 所以假人假义的假不是虚假的意思 而是假戒的意思 给自治通鉴做出的那位胡三行 自身之 出处也在孟子这句话里面 三行来自论语里的无日三行无身 每天都要做一连串的自我反省 只不过单纯的反省还只停留在思想层面 所以还得深知让反省进入到行动层面 名和字就这样配成一套 古人的名字字性之的比较多见 毕竟性之是尧顺才有的最高境界 是个大大的好词 字深知的很少 唯一的名人就是给自治通鉴做住的胡深知了 然后显然不会有人自假之 那不就等于骂自己吗 而在孟子的小心思里 性之和深知其实都是大帽子 必须要有 还必须冠冕堂皇 但真正要讲的重点其实是假之 因为只有假之才多少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行性 对于孟子的这种灵活性 司马光相当不以为然 前面讲过 司马光写过一部专给孟子挑字的书 叫做《一梦》 这部书里司马光狠狠批驳了假之的态度 说如果只是把人意当幌子 名不负实的话 那么连国家都保不住 更别提称霸了 司马光这种意见也算是一种寻名则实了 司马光和孟子谁说的对呢 南宋学者于允文针对《一梦》写了一部《尊梦辩》 逐断的反驳司马光 我们可以好好学学他的反驳技巧 他是从其他儒家经典找证据 证明孟子的话和经典合拍 司马光的话和经典不合拍 于允文发现 孟子所谓的性之 深之 假之 可以对应论语里面的一组概念 那是孔子说的 说人可以分为四等 意思是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困而知之 困而不学 生而知之是天生就懂 学而知之是有学习的主动性 困而知之是被动学习型 原本啊不愿意学习 但遇到了麻烦 避不开 只好通过学习来解决这些麻烦 困而不学 这种人不但没有学习的主动性 就连被动学习也不愿意 宁可在困难面前一败涂地 如果单看论语 孔子是把这四种人分出了优劣 但礼记中庸有一个重要命题 首先把仁义概念做出细分 分成五种人际关系和三种品格 五种人际关系分别是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和朋友 三种品格分别是智 仁 勇 接下来中庸认为 对于以上这些内容 无论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 还是困而知之 反正最后的结果都是智都一样 说完了智的层面 在行的层面也有对应的分类 有安而行之 心安理得的付诸实践 仿佛天生如此 也有利而行之 为了贪图利在付诸实践 还有勉强而行之 不情不愿的付诸实践 虽然他们的动机并不相同 高下有别 但只要都做到了 从结果而言 也就没什么不同了 周庸的这道说辞 简单明确 足以提孟子站台 这就意味着 虽然正心诚意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可以达到好的结果 但脏心滥费 弄虚作假 一样可以达到好的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 正心诚意还重要吗 司马光觉得 这当然重要 因为如果只看 脉在表现的话 那不就沦为小人了吗 君子和小人的不同 就在于君子 很重视动机 重视别人都看不到的 内心世界 司马光有一个重要命题 叫做小人之计 君子之心 计是迹象的计 引申为脉在表现 小人啊 很注意修饰自己的脉在表现 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下功夫 为的呢 就是骗过别人 而君子 会在别人看不到的内心深处下功夫 所以君子的一切外在表现 都是从心底最深处 自然呈现出来的 小人至计 君子至心 这两句话 出自司马光的迂书 迂府的迂 书籍的书 在这部书的序言里 司马光啊 说自己天生很笨 读圣贤书 只知道傻卖力气 时不时写下一些心得 汇总之后拿给别人去看 但人家要么嫌弃内容平庸 说的都是老生常谈 要么嫌弃内容啊 迂阔毫无实用价值 那好吧 这部书就叫庸书 或者迂书好了 在这部书里面 司马光自称迂父 这个词可以直接译为蠢货 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中国文化其实很推崇迂 很鄙视智 于公宜山的预言 就是一个典型 相信傻力气 胜过小聪明 不要说自马光 就连王安石对迂都很推崇 所以王安石才会为孟子写过 何妨举世贤迂阔 固有私人 未寄聊的著名诗句 高度赞赏孟子的迂阔 王安石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很可能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感觉 觉得自己也像孟子一样 得不到理解 被全世界的人 看成一个愚阔的家伙 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王安石也有点夜宫好龙的意思 当一个比孟子更愚阔的司马光 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王安石终于还是受不了了 可以说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反制主义 一是庄子式的真的反制主义 二是司马光式的假的反制主义 假的反制主义一言以蔽之 就是重视雇本培元 反对急功近利 就像司马光在御书的一开篇说到的 树木如果只种了一年就砍来用 只能当柴烧而已 如果等上三年再砍来来用 就可以当个木桶 如果肯等上五五年 就可以用作普通的柱子 如果等上十年 就可以用作动量 古代的有道之士就像动量之财 但层次太高了 没法去救自己来迎合龌龊的时代 所以只能一辈子穷困潦倒 而他们的一风一烈 就算过了千百年 还能成为世人的榜样 如果他们没这么迂 可以降低身段来去救现实的话 那么虽然可以换来一时荣华富贵 但也就谈不上什么一风一烈了 最后司马光说 像我这样的人啊 怕就怕不够瘀 让瘀在我的身上来的更猛烈些吧 司马光的瘀阔和孟子的灵活 到底哪个更高明一些呢 也许觉得不容易评判 因为一个人假如真的装了一辈子 我们怎么能知道 他到底是性之还是假之呢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用一生来演戏 把生活活成了十足的表演 那么他的表演到底是不是伪装呢 古代史也许受限于史料的担保 让人不容易判断 但现代社会偏巧有一个著名样板 那就是日本索尼公司的第二代领导人 盛田昭夫 他几乎啊 可以说是用自己的个人魅力 为索尼公司打下了巨大的美国市场 在美国人看来 他完全就是自己人 只是不巧长成了东方人的样子 终于盛田昭夫的儿子 道出了真相 说父亲啊 无论精心展示给西方公众的形象也好 还是在西方政商界的如鱼得水也好 通通都是伪装 他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家长 如果可以举出盛田昭夫这个例子的话 那么孟子会说 看嘛咱们看效果 你司马光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司马光倒也有话可说 没错 盛田昭夫确实带着索尼公司打开了西方市场 业绩称得上狂飙突起 但内与外的张力终于还是有了爆点 让公司吃了大亏 多少年都缓不过来 如果孟老先生您知道萧和的话 那么我想告诉您 这不就是成也萧和败也萧和吗 你会支持哪一边呢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